奥瑞哥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也接触game有一段时间了 学的一直是outgame 然后是最近才了解到拼的game这个事情 在之前也拿到一些结果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在面对高分或者是我觉得是高分的女生的时候 就几乎我没有拿到结果 就现在我该怎么办 我可能就是在这个阶段 高分就是你特别喜欢的呗 对 就是可能我心里就会有没有配得感 我觉得配不上他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那怎么办 对 这就是我的问题 我基本感觉不断的尝试 要么是收到好了 对 就上去之后 没有后续 或者是直接就收不到好 包括其他途径认识的结果也差不多 你认为高分的这些你都没有配得感 也没有过任何跟你自己喜欢的女孩在一起有任何结果 那怎么办 我们来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就不断的去尝试吗 还是 你不断尝试 你也是不断的在试错呀 关键是 你知道为啥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你吗 就是我还不如不回答这个问题 你知道为啥 说句我的心里话 因为所有在看这个视频的人或者在听的人都会觉得他妈的我在扯淡 就太扯 所以我还不如他妈不回答 就让你们自己去思考 你认为是啥就是啥 比如我举个例子 为什么你认为是啥就是啥最好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你能相信 比如你觉得一个女的她在你心目当中是个女神 她有九分十分 你说我配不上她 因为我其实自己从小到大我自卑 因为我太矮了 或者你觉得我太丑了 你觉得我钱不够 我没有太多钱 我不是财富自由的人 或者我没有一台特别好的跑车 你最起码找到一个你自己愿意相信的原因吧 你还能合理化一下 你还能安慰一下你自己 大部分人不就是这样的吗 大部分人他怎么去合理化自己的配得感 大部分人去合理化自己的配得感 是去找到他自己认为足够好 和自己能够变得完整的一个前提吗 那这个前提啥意思呢 你用脑子思考一下这句话 我们觉得自己需要有一个X 或者Y 或者Z 或者某个东西 或者某个结果 我们认为自己需要这个 我们才完整 那么我们完整了以后呢 我们才配得上 就是我们足够好了以后 我们才配得上这个你眼里的高分媒 你才有配得感 所以你把你的配得感建立在一个什么前提之下 是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 嗯 对 是还是不是吗 我觉得可能是 那你觉得这是什么呢 你得哪里变得完善一些 你才配得上高分媒吗 颜值 可能我觉得 颜值是一个 还有呢 价值就更有钱 得有钱 这个应该不算 物质应该不太算 我觉得 第一是颜值 第二就是自信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明显我去搭高分和普通 我觉得我配得上的女生的时候 我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你在描述的是一个现象 你说我搭一个高分媒没有自信 你再告诉我一个现象 这不是一个原因 这不是一个前提 那我也可以说你认为自己不够帅 是你不自信的前提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聊到这会儿 我来问你这个问题 我说那怎么办呢 你看我们慢慢聊 聊到这儿 我觉得才刚刚算开始切入正题了现在 对吧 那你认为自己有配得感 配得上高分媒 你自己够好的前提是啥呢 一个是长相 还有啥呢 对吧 有些你可能都不好说出口 有些你也可能你自己都不愿意承认 都有吧 你现在理解为什么我不愿意说这个问题 因为大部分人觉得我是扯淡 他不愿意相信 他更愿意去相信自己认为的就是 我必须得有一些这些物质条件 我必须得有一些这个前提 我才能泡到高分媒 是不是 对啊 他脑子里就是这么去想的 这么去实际想的人 他才会觉得我说的话是扯淡 那么还有另外一部分人 另外一部分人是他不这么去想 他也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在这里能找到答案 他觉得在物质以外能找到答案 比如说他要做一些什么 我给你举个例子 有些人他还怎么认为 他认为我买了瑞恩的课程 我花了钱买了课程 我学了他的课 我去实战了 这个前提就没了 其实也不能 我在这说也不能 也不是说你做了啥 就是是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指导 我可以比如说像现在这样 我可以引导你 我可以指导你 但这个答案不在这个过程中 理解吗 不是很理解 你也不能把我的课程设定为你够好的前提 能现在你来上我的课 因为你来了我的课 你就能泡到高分媒了 这也是扯淡 你也不能就是说把自己去学习提升 当做是一个你够好的前提 这个东西把钱跟物质当做前提有什么区别呢 不他妈是一样的 你看无论你怎么想这件事情 你都默认自己是什么 你是不完整 你就是不配 你不够好 我们现在才聊到这个重点的开始 你跟在听的所有人一样 你他妈直接懵逼了 没错 就是懵了 很多人会以为是 Ryan要来给你卖个课 要卖个课给你 bro 你上我的课 你花钱了 你也不会因为这个过程而觉得自己够好了 所以你来不来上我课 其实你的内在这个样子是一样的 我能告诉你内在的原理是什么 我能给你提供一个全新的打开你另外一个版图的思路 仅此而已 但是我没法控制所有在听我看我的人 你相信不相信 所以我不愿意讲这个东西 因为你会觉得我是他妈纯扯淡 我都不卖课了 你可以不来上我的课 没有关系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来上我的课也不会是你够好的前提 也不会是你能泡到高分昧觉得自己有配得感的前提 你要记住一个点 你花钱去上任何人的课 包括我自己的 它一定不是一个你能有配得感的前提 就像你认为钱 车 房 颜值是你够好的前提一样 一切在于你自己的信念 这个东西是我无法控制 你觉得我能控制的是什么 就是自己吗 但我能控制自己的什么 思想 想法 对啊 我能控制的是什么样的思想 什么样的理念进入我的头脑或者不进入我的头脑 我能控制自己相信什么 不相信什么 你们也一样 你们唯一能控制的是你们自己的信念 所以你们都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前提 大家在这个地球上每一个人 每一个男人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前提 为什么要有个前提呢 因为从小到大你身边的所有人 你的爸妈都在给你设定前提 小的时候妈妈跟你说 爸爸跟你说 儿子你好好学习 你才能考进一个好大学 考进一个好大学之后 你才能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 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以后 你才能找到一个好女孩 才能跟你结婚生子 有一个好家庭 这是每一个父母的这种灌输的教育吧 他每一个阶段都得给你设了个前提 你得先这个 再这个 然后这个之后才能那个 那个之后才能那个 就好比那句话很扯啊 就是你有了体面的工作以后 你就能找到一个好女孩 那请问这个好女孩从哪来呢 天上给你调一个 老天爷给你指派一个 还是你爸妈给你发一个 还是单位给你发一个 你们单位给你发个美女吗 不会 对啊 那为什么要这样给你设定一个前提呢 然后所有的孩子都相信了 你们都相信了 同样的例子 你身边的朋友跟你讲 你说哥们 你知道你为什么那女的拒绝你吗 因为你没钱 你看人家开跑车 你也信了 这也成了一个你的前提 我不够好 其实你够好不够好 就是自己认为不认为而已 没有任何物质东西可以让你自己认为你够好 一旦你认为自己不够好了以后 这个前提是无穷无尽的 它是一个黑洞永远无法被填满 就像我以前讲的 如果你把钱当作是自己够好的前提 这个钱是多少钱 几位数呢 你回答不上来 因为你也不知道 有些人回答得上来 他比如说他说我要一百万 他可能这辈子不会有一百万 等他有了一百万之后 他会发现一百万是不够的 一百万你在北上广深 任何中国一个一线二线城市 你那房子都买不起 你很快就会发现一百万不够 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一百万能满足他们 因为他当下他银行里可能只有一万块钱 就我好像理解你刚才说的那个 就我不相信那些前提 但是我是理智上明白我怎么能做得到呢 你以前用过Windows电脑吗 用过 你是个理工男吗 不是 我学医的 学医的 那也差不多嘛 你用过电脑是吧 对 玩过游戏吧 玩过 电脑以前从小到大用电脑应该用了不少台了 应该也换过几台了 是吧 嗯 对 你每一次你的系统发现有什么病毒之后 这个病毒能削干净吗 就是说要重装系统 是吗 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我们的头脑跟一个操作系统是一样的 一旦种了病毒 这个病毒只要种下了 这个病毒是你父母给你种下的 给社会给你种下的 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给你种病毒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病毒啊 唯一清理病毒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什么呢 重新安装系统 就是从零开始 一切所有认知和信念从零开始 打破以前所有的一些想法 就跟电脑是一样的 没有一台电脑中了病毒以后是能彻底被清理干净的 什么金山毒吧 这个什么杀毒软件 没有一个能杀干净 你的毒甚至会越来越深 因为你相信啊 你知道让你中毒的人 首先你要知道我们的人的灵魂 人的思想 人的头脑 我们是有防御的 人身体在物理层面 你是学医的 我们人有免疫系统吧 人是有免疫的嘛 对不对 我们天生是有免疫的 其实能让人活着 我们没有死去 我们的寿命被延长了 不是因为药物 是因为人的免疫系统 对不对 我们遇到各种病毒病菌 大多数的 不是他妈天天吃药 就是靠自己的免疫嘛 对不对嘛 但是绝大部分人 他们的头脑 他们的思想是没有免疫的 就你看网上面这帮人 网上所有人 就是他看到啥就是啥 听到啥就是啥 啥都行 他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他的大脑 他的整个灵魂是没有免疫系统的 所以你身边的人想要告诉你一个东西 去改变你的信念 去让你去中毒 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随口一句话 你整个思想的免疫系统都没有 就是随便一个人说一句话 你从小你上学的时候 你根本说 哎 知道为什么你泡不到妞吗 因为你太穷了 因为你不是富二代 你爸妈没钱 因为你身上从来没穿名牌 所以女孩不理你 这些跟你他妈电脑进了一个木马病毒有啥区域 关键是你相信啊 你信了呀 因为你大脑没有免疫啊 你没有去过滤任何一种传递给你的思想 你没有过滤过 你父母讲给你的 你父母跟你说啥你都行 你也没有过滤 每个人都没有过滤 那你现在到了这个年纪了 你们都成年了 每个人都成年了 然后你他妈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了 就跟一个电脑 一个电脑被用了十几年 二十年 这个电脑已经他妈的就是全是病毒 你说它还能怎么办 当一个电脑被中了成千上万种病毒以后 你都用了他妈二十年三十年了 这个电脑你还能怎么办 你现在 你怎么可能回去一条一条的把每一个病毒给杀掉删除了 已经杀不掉了 你哪怕种一个病毒 你都要重新安装系统 理解不理解 嗯 好像瑞哥这么说 我懂了一点 那你问自己 你自己好好在房间里面 你在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没有佩德干 佩德干来源于哪里 只要你的脑子还在往一些 是不是我越成功了 我就有佩德干了 是不是我有多少钱了 我就有佩德干了 是不是我得是什么样子了 或者说我上了谁的课程了 他能给我点佩德干 你知道最他妈傻逼的是啥吗 就是都有人来找我 来问我 他说如果我来你线下 你能不能给我佩德干 我给不了 佩德干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赋予你的 听懂了吗 嗯 明白一点 以任何外在物质条件等等 任何外在的任何条件 作为你有佩德干或者自己够好完整的前提的人都是中毒 因为你相信 关键是这个社会大家都相信 所以你才相信 我不止不相信 我每天的大脑 我每一天活在我的人生中 在过去十几年里 我的思想每一天都在抵御外面想要给我洗脑的这些想法 所以你理解为什么我的圈子 那么小吗 我不需要那么多朋友 很多人不理解 你说为啥 你看你学game之后提升 你看你朋友变少了 bro 我人生中只需要跟我思想一样的人 做我的哥们跟兄弟 等于我们自己的这么一个小圈子 在维护着一些所谓真相的东西 能听懂啥意思吗 不会有任何那些很傻逼的想法进来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再证明我不是胡说八道 如果有一天我跟某一个女孩发生了挫折 比如说我被拒绝了 或者我被这个女孩给抛弃了 还是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的整个身边的人 从梁叔到Chris到我自己在加拿大的所有的 在当下我所有的好兄弟 没有一个人会告诉我 因为你钱不够 我圈子里没有一个人会他妈跟我说 因为你钱不够 因为你长得太丑了 因为你这个没有人 因为他们想法跟我一样 他们会理智的去看待分析这个案例 去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回事 是我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没有人会拿一个物质条件来给我他妈重新再种一次毒 因为我圈内没有人有这毒 而同时我在接触这个社会的时候 我每天的脑子还要去抵御这些东西 我跟我自己家里的亲人亲戚聊两句话 给我打个电话 或者过年过节见面的时候聊天 我的脑子还要他妈抵御他们那些有毒的思想 我总不能说我自己现在好好的了 我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以后 我再让别人再给我重新怎么样 要么打压我一次 要么他妈我又相信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抵御思想 但是大部分人的这个大脑思想的免疫力已经彻底被干掉了 他没有免疫 他就是别人说少 他就相信啥 那么我再说敏感一点 媒体不就在干这件事 每个国家的媒体 他不就是在疯狂的在他妈图每个人的这个思想免疫系统吗 疯狂的给你灌输他想告诉你的东西 这不他妈一样的 我们拿美国举案例 因为现在在中国 美国全他妈是假新闻 你看谁还看CNN 谁还看美国的任何新闻 它全是假新闻 为什么呢 他就是在给人洗脑 他就是在骗人 但为啥他能这样 因为他觉得人傻 人都能相信 这不他妈一个道理吗 你身边跟你讲 哥们你太穷了 所以你抛不到你想要的女生 你没有陪得干 然后你因为你相信这句话 你就没有陪得干了 当然没有陪得干了 所以是因为我一直都相信了 并不是真相的信息 对啊 你自己相信什么样的 你的人生就是什么样的 很多人问我 说Ryan 你怎么有陪得干的 你看我燃运会 我每天见同一个女的 或者是不一样的女生 我每天见那么多女生 我觉得OK 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好看吧 但是绝大部分能跟我见面 我愿意花时间的女生 肯定不会丑吧 那我怎么没有陪得干的问题呢 你要明白这道理 很多人看见这个现象 他可以来抨击我 他可以说我任何话 但是他改变不了我的现实 网上很多人酸我呀 没有关系 我也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 我也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也知道他们的内心是什么样的 没有关系 但是他永远不会有我一样的结果 因为我们的思维模式不一样的 我们的版图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信念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的工作又是来教这个东西 你理解为什么很冲突吗 你看啊 他又想从我这得到跟我一样的结果 他又想像我这样 那不然你来看我干嘛呢 他又想从我这得到点什么东西 他又想来学我 又想来模仿 又想他妈的从我这得到一样的结果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之后 他又不愿意相信 是不是很冲突 很矛盾 我跟你聊到这答案已经很简单了 答案已经再简单不过了其实 对 其实瑞哥说的 我好像在此之前我就发现一直在于心态的问题 但是就我一直改变不了 一切在于你的信念 你觉得自己优秀你就优秀 你觉得你自己他妈屁的不是 你就屁的不是 无论别人说啥 你看人家说我高富帅 这是他的观念吗 你觉得他说我高富帅影响我啥吗 或者他说瑞恩很丑 瑞恩很自卑 瑞恩很怎么样 你觉得他能改变我的现实吗 他改变我啥现实吗 只能他就是口海他妈让他自己舒服一点而已吗 全网不都是这样吗 等你真正明白人性这个东西 明白人这个东西到一个最底层的逻辑跟它本质了以后 你真正内化这一切以后 你的脑子会形成一个天然的一个屏障 你都能知道别人为什么这么说 这些东西不会伤害到你 是因为你明白他从哪里来 他到底想要图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和效果 你都能看清楚了这东西还怎么伤害到你 你知道现在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你当你有了一切结果以后 别人说啥它不影响你的结果 你不影响我现在的人生 你搞得像他妈我明天想见谁我就见不到一样的 对不对 你搞得像他妈人家说我啥喷我啥 我在这跟你们讲来上我的课并不能怎么样怎么样 我甚至都可以在一期直播当中 大家别来买我课 大家别来买 你觉得我这课要上线没人买 我自己都可以学我的黑粉 瑞恩 瑞恩是自卑的 大家不要买他的课 买他的课什么都学不到 我都可以这样 你觉得我这卖不动吗 你觉得就没人来我线下吗 我今天线下课都他妈爆了 我每期线下我都可以发个图给你们看 来了多少人 我都爆了 我怎么讲都可以 他改变不了我的任何现状 你理解吗 我的现状是来源于哪里 我的信念 我的行为 我做了什么 我付出了什么 我自己相信什么东西 我甚至替我的那些黑粉全网喷我的人 我替你烧把火 对吧 瑞恩是假的 不要花钱买瑞恩的课 瑞恩的课啥都学不到 天生就是个自卑的人 你看他是装出来的 对吧 我都帮你们说一遍 你觉得能改变我现状吗 我这个课就没有人来买了 没有人报名了 我明天也见不到我想见的女生了 我也不可能情感自由了 你们太幼稚了 太幼稚 太天真了 太就无知了 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你懂吗 我为什么这样 我证明一个点 你改变不了我任何事情 当一个人信念非常坚定的时候 他有自己的信念 主观意识很强 在一个正道上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执行力又很强 就像一个人去创业 成功是有很多因素的 当你具备所有因素的时候 你是不可挡的 你懂我意思吗 没有任何一个力量 可以真的让你停下来 你能最终有结果 就是个时间问题 你就在网上的这些某一个人 能改变我啥 能阻挡我啥 能停止我啥 而时间 time 时间这个东西 是唯一能证明一切的 13年前 我在开始这个行业的时候 09年 我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甚至我今天最好的朋友 都嘲笑我 说你为什么到街上 去搭讪陌生女的 你还真相信 把妹达人那本书有用了 每个人都嘲笑我 两年以后 四年以后 时间来到了2013年 然后又来到了2015年 我上新闻了 然后时间又来到了2019年 我在国内 18年回国了 时间又来到了今天 你觉得这14年当中 笑我的人 黑我的人 吐槽我的人 骂我的人少吗 他们改变我什么结果了 你告诉我 我人生越来越好 我结果越来越多 我变得越来越强 改变啥 你明白一切在我们的信念 如果我自己 没有我的信念 我都不是现在 被哪个黑粉给搞死了 我告诉你 我早在09年 我都可以死了 我在10年都可以死 我每一年都可以死了 听得懂这个道理吗 听明白 你没有自己的信念 你任何一刻 你都可以死了 就像你是学医的 当一个人的免疫系统 没了 我请问你 他能活多久 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感冒 就可以结束他生命了 对 一切在我们自己的信念 当你的信念 不存在的时候 你相信了 所有的那些毒 你永远不可能成功 你永远活在痛苦当中 因为是你自己 在控制这个东西 你的大脑 思想已经没有免疫了 就这么简单 就跟你学医的一样 我说一句 你能听懂的 当一个人的 生理上的免疫系统 崩塌了以后 一个小小的感冒 可以让你一天之内就丧命了 所以我要死 不是因为 我的人生要受到啥影响了 我人生彻底失败了 我人生彻底不好了 不可能是因为 谁说了啥 谁喷了我啥 谁怎么样了 一定是我自己的信念 怎么样崩塌了 我这儿的免疫没了 明白一点 难道你搞得像 就今天 2023年 这一年 我在经历这个吗 这个东西 每一年 无时无刻不在经历 连我自己身边的人 我家人都嘲笑我 都不要讲 朋友了 我自己家人都有嘲笑我 我要死早就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